各位朋友,大家好!2019年很快就要結束了 這一年發生了很多大事 比如說中美貿易戰打得難分難解 還有香港的反送中如火如荼 還有台灣的大選,風雲突變 我估計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2020年會不會有更多的事情,更大的事情發生 今天就跟大家來預測一下2020年會發生的一件大事 預測有兩類方法,第一類方法是理性的方法 就是通過歸納、通過演繹、通過綜合和分析 這些邏輯的方法去預測未來 比如說今年七、八月份的時候 有很多人很擔心中共會不會派軍隊 去鎮壓香港的反送中 會不會在香港再製造一次六四廠案 我在8月12號和8月16號做了兩期視頻 視頻當中我就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中共在那個階段一定不會派正規軍 用機箱坦克去鎮壓反送中 但是他們會派一些武警、特工、黑社會去實施暴力行動 又比如說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時候我做了一期視頻 預測台灣的韓國瑜如果是想參加總統大選的話 那麼最後一定會失敗 儘管他那個時候他的民調比蔡英文高很多 但是最後蔡英文一定贏 這兩個視頻現在基本上都已經應驗了 我用的就是科學的邏輯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直覺的懸學的方法 在這裡我首先要跟大家聲明一下 我本人是沒有超自然的能力的 不能夠搞時間旅行的 我只不過是跟很多人一樣 能夠接受能夠理解那些有超自然能力的人 他們做出的預測 所以今天我就想來跟大家談一談 中國玄學第一奇書推背圖 對於2020年中國局勢的預測 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很堅定的無神論者 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有任何超自然能力的存在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要聽一下 為什麼呢?我給大家講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原理 叫做羅森塔爾效應 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時候 美國有一個心理學家叫羅森塔爾 他做了一個實驗,他在一間學校做了這個實驗 他把一個班上的學生隨機的分成三個小組 然後他告訴老師說他是按照學生的智商來分組的 智商高的分在優勝組 其他的人就分在普通組和差等組 那實際上各個組的學生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測這些學生的智商 也不認識這些學生 他就是隨機的把他們編成三個組 一個學期之後他再去到這些學校去看這些學生 他就發現了這個優勝組的成績 比其他的普通組、這個差等組真的要好很多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就是因為當羅森塔爾告訴那個學校的老師 優勝組的學生的學習能力比較高,智力水平比較高 這個老師他就會給這些優勝組的學生 安排更多的、更難的、更有挑戰性的一些學習任務 那麼一個學期完了之後 這些本來是很普通的學生 他的成績就比其他的學生高出了很多 他們就真正的成了優秀的學生了 當人們相信一個預言的時候 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行動就會朝著實現預言的方向去發展 反過來這種努力就會促進這個預言的實現 所以這個羅森塔爾效應也叫預言的自我實現效應 在其他的社會領域也很容易找到這種例子 比如說一個銀行即使是他的財務狀況很好 但是這個時候如果是有一家權威的機構 向大家宣布說他這個銀行馬上就要倒閉了 那麼這個時候這些客戶就會一轟而上 蜂擁而至這家銀行去提款 那這家銀行經不起大家這麼幾題,真的就會倒閉 所以這個預言的自我實現的效應用好了 不僅僅是能讓一家銀行倒閉 他還能讓一個王朝垮台 歷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說當年陳盛 他就說了一個預言,他抓到一條魚 在魚肚子裡面塞了一塊布,布上寫了三個字 陳盛旺,就是說陳盛將來會當國王 他周圍的那些人一看見這塊布就信以為真 那就跟著陳盛去造反,後來這個預言 還真的就實現了,陳盛真的就當了國王 他雖然最後沒能夠自己把秦朝給打垮 但是他立了手藝之功 他把全國各地的這些造反派全部都給激活了 最後這些人,這些造反派一起把秦朝給推翻了 那還有一個例子就是發生在元朝末年的例子 那個時候白年教徒他們到處傳播一個預言 說墨盜十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過了不久,一批在黃河邊上修河堤的這些民工 就挖出了一個石頭人像,這個人像真的只有一隻眼睛 大家一看,覺得這就是天命,所以馬上就起兵造反 最後這批人真的還就把元朝給滅了 從前面的這幾個例子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預言他提出來之後,無論他是有超能力的人 對未來的描述,還是有意識的人,有心人 他編出來的一個謠言,只要相信的人足夠多 最後就都能夠變為現實 所以希望無神論的朋友,不相信預言的朋友 大家也都來聽一聽推背圖關於中共運勢是怎麼說的 當然了相信推背圖的朋友那就更要來聽 今天我主要是對推背圖的第41項進行解讀 那為什麼要重點解讀這個41項呢? 因為推背圖的這個預言 他是按照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來排列的 前面的40項都已經發生過了,舉兩個例子 比如說第39項講的是抗日戰爭的事情 這一項的這個蹭文他是這麼說的 鳥無足山有月,續出生人都哭 鳥無足山有月,把鳥的最下面四點去掉 再加上一個三字,那不就是個島字嗎? 那這個島在哪裡呢?在續日出生的地方 這指的就是日本嘛,那日本會幹什麼呢? 人都哭,他會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的災難 讓中國人悲傷痛哭 那推背圖除了這個蹭文之外,還有四句誦文 那41項的這個誦文,他是這麼說的 十二月中氣不合,十二個月的中間的那一個月 是哪一個月呢?就是六月,1937年的六月,農曆六月 陽曆是7月7號,日本開始了全面的清華戰爭 然後第二句,南山有雀,北山羅 就是說在南邊有一個汪精衛的政權 雀就指的是汪精衛,因為精衛是古書《傷海經》上面 所描述的一種鳥雀,在北邊有韋滿洲國 韋滿洲國的皇帝叫艾辛絕羅,所以說北山羅 結果怎麼樣呢?一朝聽得驚雞叫,大海沉沉日已過 結果就是到了1945年,那一年是激年日本就戰敗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看第40項,很明顯這一項 講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這個政權 它的蹭文是這麼說的 一二三四,無土有主,小小天剛垂拱而至 一二三四是什麼意思呢?它是四個數字 一二三四沒有五 中國有一個學說叫做五行說 就是說金木隨火土,這五個元素 它跟五個數字是對應的 一二三四代表的是金木隨火 數字五代表的是土 所以說後面說了無土有主 就是說中華民國被迫遷到台灣之後 失去了大陸的國土 但是政權還在,領袖還在 而且他們把這個小小的台灣治理的還不錯 所以說小小天剛垂拱而至 推背圖的第40項和第41項 可以說是花開兩朵各表一枝 40項說的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 41項說的就是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 41項是我今天主要講的內容 根據這一項的預言,這個政權很快就要發生巨大的變化 我們先來解讀一下這一項的稱文 是怎麼說的,稱文一共有四句十六個字 前面的兩句八個字是高度的概括了 現在中國大陸正在發生的一些現象,一些情形 後面的八個字是預言了即將要發生的一場巨變 它是這麼說的 天地會茫草木繁殖,天地昏暗無光,黑茫茫的一大片 這不就正是現在中國大陸的情形嗎? 現在從東北一直到廣東,大半個中國 幾乎是所有的人口密集的地方 現在都是籠罩在霧霾之中 這不就是天地會茫嗎?草木繁殖意思是說 雜草和樹木長得很茂盛 這就是現在很多農村地區的情形 農村本來是應當雨露滋潤和苗狀的地方 本來是應當五穀蔬菜長得很茂盛的地方 但是現在很多農民不願意種田了 因為種田賺不到錢,所以土地被大面積的拋荒 不長莊架,只長雜草,只長樹木 後面兩句就講到了即將要發生的情形 他說陰陽反背上土下日,什麼意思呢? 陰和陽是中國文化裡面兩個相對的概念 在自然界天是陽,地是陰,大的是陽,小的是陰 在上面的是陽,在下面的是陰 那麼在社會裡面,男的是陽,女的是陰 統治者是陽,被統治者是陰 陰陽反背就是說陰陽要顛倒過來,上下要顛倒過來 本來在上面的太陽要移到下面去,上土下日 太陽要被壓到土地的下面 統治者要被被統治者壓到下面 統治者會被統治者地位反轉 這就是說要爆發革命呢 在這個宋文裡面,他說的就更加清楚了 他把革命要爆發的這個原因 把革命要爆發的這個時間都給說出來了 他是這麼說的,貌而須戴血無頭 手弄乾坤何日休 說中共是經過歷次的政治運動 通過幾十年的維穩高壓 給很多中國人戴上了各種的帽子 比如說毛澤東時代,那個時候的帽子叫做 地富反壞右,地主富隆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那這五頂大帽子給誰戴上一頂 那這個人就會成為專政的對象 在毛澤東死了之後,這五頂帽子是沒有了 但是中共又給一些人戴上了新的帽子 比如說在八十年代,一些知識分子 就被戴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 在八九年的時候,一些大學生被戴上了暴亂分子的帽子 在九十年代,兩千年代的時候 法輪功還有全能神他們被戴上了邪教的帽子 還有新疆人,新疆的穆斯林被戴上了恐怖分子的帽子 戴上帽子之後就會遭到中共的鎮壓 中共篡脫政權七十年以來,可以說是血流成河 千萬人頭落地,而且他們不僅僅是在國內顛倒黑白 還對外輸出共產主義,手弄乾坤,何時是個盡頭呢? 下面就有了答案了,而且這個答案說得非常的直白 它說,九十九年成大錯,稱王子和在秦州 也就是說中共只有九十九年的壽命 中共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從二一年往後推九十九年是哪一年呢? 就是2020年,就是明年,中共一共存在了九十九年 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那這群土包子本來只應當在陝北那個偏僻的角落裡面 稱王稱霸的,但是後來卻成為了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者 這是歷史製造的一個巨大的錯誤,所以說九十九年成大錯 這是不是因為中國人的過去的共業太差了 遭到了報應呢?推背圖沒有解釋 但是他卻告訴我們一個非常令人鼓舞的信息 就是這個政權只有九十九年的壽命,明年就結束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所以無論大家相不相信推背圖 希望大家都向周邊的這些人,身邊的這些人去傳播這個消息 因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即使是受到中共幾十年的洗腦 即使是接受了無神論,但是內心裡面 他們還是潛意識當中還是相信天命的 即使是中共的那些高官,他們也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 就拿習近平來說,他在有一次的大會上面 就對中共的那些高幹就曾經說過 說舉頭三尺有神明,這就是他的潛意識的一個表現 他在年輕的時候在河北鎮定當縣委書記的時候 還曾經幹過一件事情,他那個時候集了很多的資金 重建了一個寺院,很大的一個寺院叫大開元寺 那後來像江澤民、胡錦濤這些人 這些中共中央的這些大員表面上 他們看起來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實際上他們是有神論者 他們都有自己的上師,有一些是拜佛教的這些高升為上師 那中共的那些中下層的幹部求生拜佛的那就更多了 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很沒有把握 對於中共政權的未來也很擔憂 所以說推背圖第41項的這個預言會對他們的影響會很大 會動搖他們維護這個政權的決心 普通老百姓他們就更願意相信這個預言了 因為大家看一看歷史就會發現一個現象 每到一個王朝末期的時候,預言就會大行其道 因為王朝末期的時候,人民的生活都比較艱難 都會感到很痛苦,大家都希望能夠出現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 所以這個時候就特別容易相信預言 推背圖是歷史上很早就有的一本預言書 但是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直到本世紀初的時候 討論推背圖的人並不是很多,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大多數人都覺得日子還過得去啊 他們也就不會去盼望革命,也就不會去預測中共什麼時候倒台 最近這幾年,尤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幾年 突然一下子很多人,比以前多了幾十上百倍的人 現在對這個推背圖感興趣了,對各種各樣的預言感興趣了 過去呢,只有中共所謂的反動會道門的人士 他們會在私底下解讀這些預言,傳播這些預言 現在是社會各界三教九流都加入了這個大討論 很多人都有意的無意的在傳播這個推背圖的信息 就是因為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日子是越來越難過了 大家都希望快點來一場大的變化 大家都希望快點來一場革命 大家都希望從這個預言當中得到一些鼓舞 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所以說當預言在全社會流行起來的時候 這個王朝就差不多要倒台了 這個大革命的序幕就已經拉開了 現在討論推背圖的人很多,這是個好事 但是也有一些誤區 比如說有些人用這個推背圖的第46項 來對應即將發生的那一場大變革 這個是比較牽強 推背圖的這個預言是從唐朝到今後 某一年中國融入世界大同的這整個歷史的 這個時間跨度是1500年到2000年 描述這麼長時間的歷史一共只用了60年 60項怎麼可能用8項從39項到46項 這8項來描述短短70年以內所發生的這些事情呢? 所以說這種解讀它與推背圖的這個時間線 是根本對不上的,更重要的是 這麼做它會把大家給帶偏了 比如說46項的這個宋慈,它是這麼說的 一個軍人身代功,直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金劍,勇士後門入地功 很多人就說這個白頭翁指的是習近平 因為白字頭上加上翁字的下半部的那個語字 不就是繁體字的習字嗎?然後大家就去猜 這個軍人是誰呀?這個勇士是誰呀? 這個東邊門到底是哪個門呢? 扶金劍到底是哪一把劍呢? 這樣就模糊了焦點 模糊了一個大變革發生的時間這個重要的信息 模糊了這個焦點就對於推動大變革的發生起不到觸動作用了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時間才能夠去動員大家一起來行動 一個預言必須要點明這個明確的時間 所以我希望大家現在都不要再瞎猜了 暫時不要去理會推背圖事實一項後面的那些預言的內容 因為那是描述很久之後的事情 我們根本沒有遙遠時代的那些基本的信息 因此也就沒有辦法把那些信息跟預言的內容 文字的內容相對應起來,所以只能是瞎猜 而這個推背圖第41項那就完全不同了 裡面所講的絕大部分的事情我們都已經看見了 只有一句就是99年成大錯這一句 還在等待著我們去實現去驗證 所以希望各位有志於推動變革的朋友 大家抓緊時間傳播這個預言 讓更多的人相信這個預言 那麼很快這個預言就一定會變成歷史 就一定會變成現實 今天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